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251章 恐怖石室 上集 大家都是聪明人 我想不需要我多解释 大家都应该能从盲袍局的做事方式里面去了解到这些 喂 那我们还不快追 说不说可以追到他嘛 严建赤立起个背囊就准备冲上去 我无虑地望着他说 你先急着吧 我想盲袍局的能力 一定有办法知道我们已经来到这儿 刚才我们消耗得太多了 几个小时前 我们都快要喝死了饿死 虽然后面补充了一点 但只顶不得多久 我们现在最好休息一下 其实我现在走两步就穿得很厉害了 这和体质无关 也因为长时间不吃东西 体内能量不足引起的自保反应 其他机构人 都默默坐在原地休息 我们的补给品里面 不要说收电筒了 就连矿灯和电量很大的充电电池 都非常多 我们将两盏矿灯并在一起 整个山洞即时变得很高 你们说 这个山洞是人工开作的 都说是天然的了 严谨只咬着一支肉干 死到处的忙 前面的情况我不太清楚 不过这里很明显是人工开作的 痕迹也非常明显 你看 这些衙壁上的接口也很大 很平静 而且还有一九九 这就是很典型的人工开作痕迹了 哦 原来是这样吧 严谨只突然大叫做一声 把我们几个吓到整个丹气 我马上警告 站出去身 能够拿到严谨这麽大反应的 一定不是普通的 我用手电筒照过去 才发现严谨原来是指着我们头顶的位置 虽然我早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当我抬头望过去的时候 我依然吓得全身打了能阵 我看到那里有几个人头 认真地数了一下 好像有十几个 一个个面色瘡霸 对颜好像死于那样亡实下 这里有一共十五个人 他们的头全部围在一起 围成了一个圆圈 毅庭表现出来的反应 反而是我们几个当中最淡定 虽然眨眼看 他们好像在上面看着我们 但看得真一点 在我们和这些人头的中间 还隔着一层晶形铁头的水晶 但暂时我还没办法判断 这些人究竟是只有头 还是连续伸在上面 因为我们在这个角度 只能看到一块 直径不超过半米的圆形水晶 透过这层水晶 可以看到这些人的样子 看到他们的颗 但身体下面的部分 就看不见了 曹星 你说这些人死了有多久了? 而不见之一手张 再轻轻拉到旁边 其实这也怪不得他 有谁肯定站在死人头下面 被死于眼睛盯着才行? 哼 顏小曼冷响一声 虽然这些人的头都梭着髮继 但我想这些一定是掩眼法 他们恐怕和我们一样 都是被那个阿古拉欠过来的 还不然他们的下半身 早就被狼吃了 艺庭根本无理顏小曼 依然面对着我说 我想这些人死了 应该至少有两千年 他们的皮肤虽然还很湿潤 没有变成干尸 但是由于皮肤的纹理当中 都有着难以掩饰的沧桑感 你们看 他们的鼻孔那里 都有些开裂 而且凹了进去很深 我想 他们应该是处于一个密封的环境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与世隔绝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们才能保存得这么完好 但就算是完全与世隔绝的空间 都会存在水分的蒸发和对流 这些痕迹在他们的面上 一些独特的部位 显得尤为明显 婷婷姐 你就不要 不要再拿着电筒 照着那些人了 好可怕 佐清清 嚇得不敢抬头向上望 霍晓玲这一次 反而非常赞同艾婷的说法 她说得没错 那些人确实是两千年前 不过我总是觉得有点古怪 我对鬼母打了个眼星 鬼母即时回忆 她立刻飘了上去 不过去到水晶层之后 刚刚进了一点 又立刻疏回来 上面有很强的动法 要进去也不是不行 不过对我的伤害会很大 我感觉到霍晓玲在挖住我 虽然假着副黑超 但我仍然可以感受到她那种冰冷的目光 我唯有对鬼母点了一下头 让她快回到本体里面 动了 就在这个时候 秦藤燕突然带叫做一声 我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 她手电筒指着一个人头 只不过那个人头 和我刚才看到的似乎没什么区别 但再转头望过去艺庭那里 她已经吓得面色叹白 动了 真的动了 刚才那个人头 整个眼睛转了一下 我们先离开这里 我不敢犹豫 你起她背囊马上拿着其他人 就这样冲了出去 无论那层水晶上有什么 现在逃跑才是最不明智的选择 中美教侯 快点订阅这个节目 更多精彩刺激的内容 下集继续跟你分享 第251章 恐怖密室 下集 在这个相对宽敞的空间出来之后 我们又走了长达200多米的直线形隧道 接着在我们的面前 又出现一构巨型石板 之所以说它是巨型石板 是因为我们一眼就看到 这构挡着路的巨石上面 有一个半米几幅的洞 刚好可以被一个人爬进去 这种这样的洞口 我们刚才爬过 于是我们照板住换 一人抱着一个背囊就这样向前爬 这个洞口的重心 大概有六米几 出口有什么等着我们 没人会知道 走在最前面那个 怎么都要有几度散手才可以 于是我又冲了在最前面 不过我发梦都想不到的是 当我出来之后 看到的竟然是一个似曾相识的石洞 这个石洞的面积比较大 起码与我们刚才走的山洞相比 更加要大一点 不过跟之前一个石洞来得比较 大小几乎相同 有了之前的经验 我们来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拿着礦灯照上面 结果这一照 几乎将我魂帕都照了出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在我头顶上面 有着和上一个石室 几乎一模一样的水晶红帝 而水晶红帝的上面 也有着十几个 用死于眼夹室下面的尸体 我数了一下 一共是十四个 比上一个射身 还少了一个 就是这个时候 但是我后面过来的颜少文 也推着自己的背包在洞口里跳下来 她看到我拿着礦灯照上面 已经猜到有问题 为什么这里也有 颜少文走了就没休息 看起来有点不耐烦 嗯 这里也有 一共是十四个 比刚才那里少了一个 我们在那里等其余的人过来 在等到的过程里面 我一直观察着上面十四个人头 我想要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人头捨得欲 从于 当炎的事都进来的时候 我看到最靠近岩壁的方向 有一个人头的眼珠左右移动了一下 那种眼神我这一世都不会忘记 那种是一种莫然的眼神 是一种对生命莫然的眼神 她看着我们几个的时候 就好像在看一团空气一样 我眼尾看得到 我身边的人全部都看着上面 我想刚才那一望 他们应该都看到 长生哥 现在怎么办 祖先青已经吓得云不附提 我们继续向前走 我知道自己这个时候一定不可以乱 如果连我也乱了 那我身边的人很快就会顶不住 艾婷突然大叫做一声 她是一个非常沉稳的女人 一般不会那么大惊小怪 我马上顺着她的方向望过去 发现她支柱前面的地面 我记得我进来的时候 睬过一眼 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 后来我的注意力 就一直放在头顶上 我看到艾婷指着的地方 有一个压缩病干的包装袋 哼 一个病干袋 要不要那么大惊小怪 秦藤然一找到机会 就在旁边说风凉说话 婷婷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那个包装袋 又可能是婆婆留下来的 我打算走过去安逸艾婷 没想到艾婷 竟然不停地对我摇头 不是 不是 这个袋 是我留下来的 艾婷说着说着 就弄下来收起这个包装袋 刚才你们都在看上面的时候 我很仔细地检查过 你们看 这边有两个开口 都是撕了一本母丝开 下面那个口里 还有牙齿印 是我咬的 小姐 你是不是眼花看错了 艾婷婷很仔细地问 会不会是婆婆试不开 后面用牙齿 艾婷不这样说更好 他这样一说 我反而更加相信艾婷那种 听起来更加离谱的判断 盲袍国 哼 他老人家看起来也有六十多岁 要打开一个阿叔饼棍有很多种方法 但是他绝对不可能用牙齿 就在这个时候 连霍骁灵都发现到这里的以上 他在地上那里找到一小块肉干 那块肉干 是他刚才拿东西吃的时候 不小心丢在地上那里 未来得接触起来 当然 也有可能是艾婷国 不小心流下来 但是想心一层 他就和我觉得艾婷国 不可能用牙齿胸压缩饼的袋一样 肉干 又硬又伸 艾婷国他咬得肉 关于这块肉干 霍骁灵并不像艾婷那样肯定 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来验证 构结了一阵之后 我们最终决定继续向前走 怎么说也好 我不相信我们又回到刚才的地方 你们不要忘记 刚才那石室出去之后 就会出面 那块巨星有谁可以拌得肉 秦藤仁一路说 一路已经来到石室的门口 我走去前面看看 这一次我特意把我阿叔病干的袋割开 一面割圆形 另外一面割三个形 之后我就把阿叔病干的袋 屁住在石室里面那个洞口的岩壁下面 中美教侯啊 快点订阅这个节目啦 更多精彩刺激的内容 下集继续跟你分享 前面的这段路大家都走得忧心忡忡 我在心里默默地数着 从石室那里出来 一直到下一个岩壁 没多没少 刚好是270步 依然是由我第一个派进去 我这次进去之后 就马上打开手电筒看向上方 十三个人头 人头越来越少 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呢 在这种黑妈妈的洞窟里面 发生这么诡异的事 确实令人无观动 如果说上面的水晶窮定 正是令我有点震惊的话 那跟着下来在我爬进去的洞口下方 找到那个两面被撤开的阿叔饼干的袋 就足够吓得我鼻孔都没用 这一次 我真是找不到任何一个理由来解释 艾田用牙齿丝咬的痕迹还在 我在袋子剩下的两面 画下的三角形和原液的印记 同样都在 等到大家都进来之后 看到我摆在手上的阿叔饼干的袋子 每个都吓得说不出话 他们的眼神告诉我 大家都被这种诡异的现象 吓得呆糟在那里 谁都解释不到我们现在所处的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环境 大家所面对的 又是一个怎样的敌人 难道是鬼闷眼 但是我身边有鬼魔在那里 试问有他在那里 普天之下有什么鬼闷眼 可以瞒得过他呢 而且还有霍俏灵的天眼在那里 虽然和我临死之前的重能力相比 要差很多 既然有霍俏灵和鬼魔在那里 那我们就可以排除 被那些骚髒的太野前身的可能性 究竟现在什么情况 难道有人在那里玩着我们 秦藤燕一个这么自负的人 突然遇到一个 他根本就参透不了的一个 我想他的心理压力 一定不会舍得过我 还有头顶那些人头 一次少过一次 那些人头究竟去了哪里 会不会当他们减少度铃的时候 我们会面临不一样的情况 又或者会不会我们当中的某个人 会变得像他们那样 秦藤燕 秦藤燕 你别在这里危言爽听 严谨建設立刻站出来 大声开启秦藤燕 我拉着严谨建設说 建設了 我们现在都不清楚自己面临的究竟是什么 每种可能性都值得探讨 说完之后 我要面对众人话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不妨说出来大家探讨一下 毅庭第一个开口 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根本就没什么鬼暗硬 也就是有人在某个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玩着我们 这个人可能是阿姑拉 也有可能是盲婆国 毅庭 你什么意思 顏思文忍不住站住他心话 你别吵了 我刚才也说过 现在任何情况的可能性 我们都不能排除 如果因为这些小问题 搞得大家又要不敢说 最后困死在这里 那谁负责 你呀 好吧 别吵了 这么怒吵也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现在也不能这么浮躁 左青青恐怕是现在心态最好的一个 大家都安静下来之后 隔了一分钟我才开口 现在有一件事比较令我困惑 我们已经可以肯定 万婆哥来过这里 如果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死循环 正常来说 我们应该会在半路撞到他才对 但是现在 连一些痕迹都找不到 那就是证明 我们的确确一直向前走 不过有人一直留意着我们这里的动向 他可能偷偷地走出什么暗道机关 总之快过我们 想先一步将我们留下来的标记 提前送到我们即将到大的地方 来瓦解我们的心理 秦藤燕的这番话 分析得比较中狠 我点了一下头话 嗯 这种确实是一种可能性 不过需要验证一下 我站起身 望着矮亭、秦藤燕两个人说 秦藤燕、婷婷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走 我要确定一下 我们究竟在一个死循环里面 还是被人在算计 我们分头走一次 应该就找到答案了 大家来眼眸我眼 颜事万有几次想要开口说话 但最终都没说出来 现在我们大家虽然是一个团队 但始终都不是一条心 我要走的话 就一定会带上秦藤燕 因为在这个团队里面 只有我才能压制他 座清清 霍晓灵甚至颜事万 他们都有自博的能力 不需要担心太多 我带着他们两个走到石室的门口 另一转 对留下来的几个人说 你们几个最好留意一下周围 提防被人偷襲的同事 也要找个人看着上面 最好留意一下 那些人头何时开始笑的 我押了一下手上的手表说 由现在开始计时 如果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情况 计好时间 等我回来的时候告诉我 前面这段路的距离 应该都是270步 中美教侯 快点订阅这个节目吧 更多精彩刺激的内容 下集继续跟你分享 第252章 死循环 下集 其实我的心里面 更愿意相信这一切 是有人故意在算计我们 但是这种想法 在我走了霸击步后 彻底破灭了 在前面的位置 我找到了之前 由压缩病肝袋上 画下来的圆形标记 我们留在石室的标记 有可能被模仿 但是在山洞里面 我留下的标记根本就没跟任何人说 而且当时的环境那么漆坑 根本没有人留意到我做过什么 除了我自己之外 但是现在这件事的出现 几乎已经变相地证实了 我们确实处于一个死循环里面 很不信奢 我又在此走了五十多步 我发现我暗中留下来的第二个标记 那个三个人的同案 秦藤延早就已经留意到我的小动作 不过这一次 到我弄下身执事的时候 他主动走过来 现在这样的情况 真是挺棘手 你说我们会不会在前面 又见到他们了 我不知道 我们也在过去再说 还有一百二十多步的距离 其实走到剩下二十多步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见到前面的硬壁 我们关了手电筒 甚至可以见到前面洞口那里 透死出来的眉弱灯光 这个是最坏的结果 晓玲 我站在岩壁前面 向里面细声喊了一句 不久之后 我就听到霍晓玲的声音 陈生 是不是你 我叹了一口气 从洞口那里捐进去 我想留在石室里面的人 这一刻的心情恐怕比我们更复杂 我进去之后 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抬头望一下头顶的人头 一 二 三 十二 十三 十三个人头 又少了一个 什么时候少了一个 为什么会变成十三个 十三个 不是吧 我刚才明明一直看着 十四个一个都 我 严不建设丹哥头望 回来复去数了很多次 依然是十三个 我记得 我刚进来的时候 大家都走过来 当中就包括严不建设 所以说上面不见人头的时机 应该就是我们 回到岩壁当中的洞口的时候 虽然这一次 并没有人看到具体的过程 但是这个时间点 绝对不会错 现在的情况有点恶劣 毅庭进来之后 整个人都颓废了几分 我的认知 在想不到我们现在面对的事情 现在只能靠你们了 我也觉得很无奈 要颇告 就要先识得这个局 如果连局都不识 那就好像生活在梦境里面 根本就找不到醒过来的方法 就算身处局中的我们 明明知道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梦 但是怎样梦醒 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法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打破梦境的关键点究竟在哪里 现在可以很肯定 我们困住了在风水局里面 如果你们都没说谎的话 那就不可能是鬼闹眼了 秦藤燕熟忠我一眼说 不知道这个风水局的门里 就没办法判定他的格局 更找不到合适的设计点来破局 曹生啊 什么风水局都有很多种的吗 你们不是认识那个 什么很厉害的龟藏液的吗 那也没办法判定 炎建设在我的身边 很小声地问 唉 浦天之下风水局种类繁多 远远不是一个龟藏液就可以囊括的 现在正统流传下来的液经 其实只有六十四局 也就是周液 这些局 不是说他们一定就被龟藏液弱 只不过在格局上更简单一点而已 如果你用得冷的话 在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装用甚至要远超龟藏液 龟藏液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有四千三百局那么多 我见到炎建设始动飞动的样子 嘆了一口气 又继续解释话 我打个比方 精通周液 其实也可以解天下所有的风水局 但是这样就好像一个 只懂得用刀的人面对千军万马 虽然可以个个击破 但是这样就要求这个用刀的人 非常非常熟练 而且还要随时隐形自己面对不同的敌人 而改变自己行刀的套路 但是学会触归重逆 就好比十八样兵器样样精通 无论面对什么对手都好 都可以随时通过改变自己的兵器来对应对 你这样说我明白 十只手指都有长短 就算用刀用得很厉害 也有双黑的兵器 虽然也有赢的可能 但是你就会非常麻烦和困难 而不见此仿然大悟地说 我笑着点了一下头 你要这么理解的话 也不是不行的 只不过风水局 避起这种兵器的对决 要复杂很多 比如说我们可能面临 两个风水局协同私用的情况 你拿着一张刀同时面对用枪和用剑的人 这个局当然是破不了了 但如果你精通归中翼 那就可以把自己的刀换成三叉经 轻松破了对面的构 嗯嗯嗯 破壳的好处 我明白 我明白 炎杰切猛在这里点头 而我就在这个时候望向秦藤彦 我看到他也好像我一样 用同样的目光看着我 中美嘉豪啊 快点订阅这个节目啦 更多精彩刺激的内容 下集继续跟你分享 第253章 鬼暗眼 上集 用周易的液理布下的风水谷 如果形成了连环局的话 再用周易就很难破戒 但如果用鬼仲易 就简单很多 如果反过来 用鬼仲易的液理布下风水谷 那对于只需要用周易的人看来 就会变成一团乱麻 毫无头緒 虽然说不是完全无解 但是未经历过的人 肯定连赤入怎么也找不到 这种情况 就跟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很类似 无论怎么说 照现在的情况看来 是鬼暗眼的可能性非常小 虽然说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无 但是跟我们现在要说的这种可能性相比 几乎可恢律不计 曹生 你们说的那种可能性 是什么 嚴建篪开好奇地问 我和秦藤燕对视了一眼之后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等他来说 秦藤燕面无表情地说 其实很简单 就是对手的层次比我们要高很多 现在我们面临的这个困境 我相信和盲曝国和阿古拉都无关 而是两千年前的人流下来的一个谷 这个谷要远高于鬼仲易 有可能是谷用义 谷用义 验建篪看着我 喂 什么 他说的是什么 就是连山翼 这样说你好像理解不了 我简单说了 就好像一个高位度的人 在看着我们这些低位度的人 可以看透看透 但是我们就看不透他 甚至无法想像他们的生活状态 呃...高位...高位度? 验建篪听到一头无水 我拍拖一下他的肩膀 说话来的 平时叫你不要看这么多这些电视剧 看多些科教节目嘛 呃...围到... 咳... 就是围到 我忽然觉得 好像我自己也一知半解那样 那我又怎样跟人家解释清楚呢? 又不是 都是等我来说吧 关键时候 幸好有艺庭出来帮我解围 按照长生的例子来说 高位度 我们暂时了解得不多 要解释比较困难 但是低位度 就容易解释得多了 我们身处三围的空间 二围就相当于是 纸板上的简笔画 又或者是好像我们古老的 全城艺术皮影器那样 我们看得明白他们 但是如果他们是有生命 想要理解我们 这个三围空间的人同事 就会相当困难 因为他们只能在一个平面上 上下左右移动 如果要他们横向移动 他们根本就做不到 甚至没有办法理解 让他们横向移动 那就是离开画品 那幅画也不存在 没想到严见浅 他竟然听得明白 没错 想要去做超越自己层面的事 最终的结果 就是可能会消失 艾田突然领过来 望向我说 秦申哥 你们有多大把握 老实说 我真的没什么把握 我对连山形也没什么了解 甚至连见也没见过 以我现在这对眼的能力 根本就无法看破连山形 或者要等到我快死的时候 才可以做到 秦申然见大家都把目光 摸过来他那里 无奈地摇了一下头 我们现在面临的 究竟是什么都不知道 只能够暂时 将他当成年生日 我又抬头摸了一下头顶 上面依然是十三个人头 看来 只要没有人通过前面那条路 那些人头就不会干少 不过我始终想不明白 如果我们只是身处局中 前面有没有其他分叉路 没理由我们一会在此死循环 叽亭领过来 没有向我说 风水局我不懂 但是逻辑方面的问题 我没可能不知道 祥申哥 假如我们前面的路 没有二百多步 只有一两步 在架车后面的巨岩 也没有那么厚 只得十多公分 那照你们推测 是不是等于现在 有一个人站在这个石室的门口 我们在原地 既可以看到石室门口 那个人的后尾枕 又可以透过石壁上面的洞 看到他的样子 这个石室 其实并没有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那么大 只是一个能够容纳一个人的空间 那是不是就等于 站在石室门口 或者岩壁后面的那个人 他 他伸手入洞口 就可以摸到自己的后背 我越听魏庭的推理 越觉得恐怖 一个人向前伸手 可以摸到自己的后背 如果这个人不是被人拦腰砍成两边 他又怎样可能看到自己的后背 但是如果被人拦腰砍成两边 那他就死了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 那只是同一空间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一个人 突然变成两个 还要终于站在一起 那如果他们摸个身 摊开双手 那就可以左手拉右手 请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